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普及率能达到100%的送体与PPP不合拍呢 其中的缘由就在于称线字体与无称线字体的区别 称线字体是指设计上带艺术风格的字体 在笔画开始 结束 以及转角时会增加这样的修饰效果 所以笔画的粗细也会有所不同 而送体就是中文里称线字体的代表性分类 在屏幕亮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竖粗横系的送体相对受到屏幕光的侵蚀比较严重 因此总是让人有种看不清的感觉 无称线字体相比之下少了笔画首尾的装饰 粗细也相同 看起来简洁且有冲击力 更适合在显示器上显示 也正因为这样的优势 15年9月Google发布的新logo 就是从称线字体改成了无称线 总的来说呢 微软雅黑 方正蓝亭黑简体 以及华文黑体和东青黑体 都是做PPT时相当不错的选择 除了字体的风格之外 如何选择演示文稿上的字号 也是很讲座的一门学问 如果是投影用的PPT 每一张幻灯片里的字数越少越好 因此字体的最小字号不要少于28号 不然恐怕就变成视力测试了 那么如果是阅读用的PPT 比如我们考试前复习的教案 当然是每一页越详细 内容越多越好 不过最小也就到10点5号吧 不能再小了 还有的时候 一张张幻灯片里满满都是字 而没有图片 往往会让人失去了阅读的欲望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文字内容 小小的切割一下 再按照纵向分布 以及正方形分布的规律排列起来 看起来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无聊了呢 今天关于PPT字体的使用技巧就到这里 想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还能提高你的PPT技巧吗 赶快去公众号搜索两分 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